好,谢谢姜委员,谢谢署长跟市署长 接下来请郑立文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委员,我们请署长 署长请 郑委员好 署长有关于今天这个卫生素的产品管理办法里面 因为对于这个低剂量的这个卫生素 所以把它一并变成是食品管理 因为过去有药品有食品 那你这边有提到就是说 那么所以有关于它既然变成了食品之后 它的品名规格使用范围限量都要符合食品卫生管理法 那所以有一些这个食品添加物的部分 就要重新来拟定嘛 所以因为说实在这个我们并不是这么的专业 所以这个我要先了解一下过去的情形 那表示说过去这些食品添加物 它并 它原来不在食品添加物 原来食品里面没有这些卫生素 矿物质说把它添在食品里面 如果已经有的就没有问题嘛 很多原来是在维他命里面的 它是不属于这个添加物的 那么它就要重新来审核嘛 审定嘛 是不是你来说明一下 来来 那个请你回答一下好不好 我指的是说这些维生素 矿物质 负行剂 溶剂 香料 防腐剂 抗氧化剂 这些东西 这些事实上我们已经公告非常多种了 所以现在目前以食品卖的这些 这维他命呢 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规范的 那现在只是说 还有一批就原来是在用药卖的这一批 它里面可能有一些微量的元素 矿物质 那以前没有列在那个食品添加物的 那这一类就要加 那这个出来大概有 总共有260种的维他命跟矿物质 跟650种的一个负行剂 和那个添加剂 所以原来比如说 现在有一些市售的食品的 比如说B complex 这些东西 那他用的原料呢 都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公告的 所以现在有一些 本来是在要的 但是他用的有一些元素 原来不是食品的 食品添加物里面的一种 所以那针对那几种 我们就要加列 那我请教一下 所以说像防腐剂抗氧化剂 这个是过去就已经是 属于食品添加物的 有一些有 有一些没有 现在只是说 因为 比如说现在因为 比如说食品 现在的维他命产品 大概有2000多种 然后药品的话 大概有600多种 那药品类的 这一个像扇醇好了 扇醇它里面有一些成分呢 就没有列在食品里面 所以当初也为什么 它不能被食品管 也是这个有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 比如说它有一些微量元素 那我现在这个微量元素 就要把它订出来 在食品可以用 那这样子它才可以 完全的转移到食品类来管理 OK 所以说它基本上就是说 过去你们指的是有关于 这个食品跟药品的部分 它过去有一些 不死亡于食品类的就对了啦 对有一些重叠 有一些没有重叠 所以但是如果这些是原本是不是 你讲的这个维他命这类的 如果它是添加在一般的食品的话 那是过去就有的 有对 有规 这个食品管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维他命这类是 现在目前是双轨 两边都有 对两边都有 有一些是用食品卖 有一些是用药品卖 这样子 我稍微离题一点 我想请问一下 那请问一下 防腐剂跟抗氧化剂有什么差别 最主要差别在哪里 抗氧化就是一些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维他命啊 有些它本身也很容易被氧化 所以我们要加一些抗氧化剂 让它防腐 抗氧化剂不一定有防腐的效果 没有防腐是对于真的细菌啊 这些 就是保存的 这个两者不太一样 一个是氧化 一个是细菌感染啊 或是细菌的污染啊 这些等等的防腐 或是安定 所以说我们会觉得说 防腐剂对人体比较有伤害 负担比较大 抗氧化剂比较伤害比较小 也不是 可以这样讲吗 也不是 因为它如果是在合法的 那个范围使用之下 都是可以的 只是说 我们的食品的管理 是用正面表列 就是说你一定要列出来 它才能变为 但是很多食品它都标榜 它是不含防腐剂的 但它在标榜 不含防腐剂的时候 它其实含了很多抗氧化剂啊 这些什么剂 什么什么其他这些剂 其实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些抗氧化 像比如说维他命C 它本身在食品的时候 本来就也是用在做抗氧化剂 对 所以这个抗氧化剂的 像维他命E也是嘛 所以它现在就是比较 因为用药品和食品的 就是大家会有一个混淆 就是说它本来就是一种食品的抗氧化剂 但是在药品我们就用维他命的成分来管 所以这个目前 你说的维他命C作为抗氧化剂用 它这个是化学的维他命C嘛 它并不是天然的维他命C 对不对 我们现在因为管的是那个成分啦 所以它不管是天然或是来源 那个合成的 它其实它本身的化学成分 应该是一样的啦 嗯哼 应该是一样 除非是维他命A 所以有动物 动物来的 是所谓的retinole A 那那个 那个食物来的就是 胡萝卜素 所以不太一样 但是在维他命C 或者维他命E 这些是它有特定的那个化学元素 那是 我们是管这个 并不是管它的来源 这样子 嗯哼 OK 好 所以说你现在等于是说 要把过去的这个不同的标准 把它通通都用食品的管理来做规范 对 在一个 就是说安全的剂量指下 底下是用 那个用食品来管 那这个是 这个 但它跟食品跟药品最大的差别 是在于说它 食用的量 在量上面吗 对 在量上面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它如果是 这为什么有很多的维他命 它要用 想要用申请来 那个药品 因为它可以 宣称一点点功效啦 那食品的标示就完全不能 可以宣称有疗效 食品完全不能够有这样的 对 也没有说真的到疗效 它算是一个 所谓生理功效 所以这个部分 就补充了 让你觉得 精神好一点 那如果说是食品的话 因为现在市面上 这个维他命很多嘛 对 ABCDE啊 然后又是钙啊 铁啊 什么一大堆嘛 是 那 它如果说是食品的话 换句话说 它全部通通吃 我一次吃20种 都是OK的 不会有 因为其实现在就是这样子啦 对 那现在就是说 对身体来讲 不会有什么过量的问题 过度负担的问题 一定会有过量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在 那个胶囊定状的这部分呢 它事实上 它在卖的时候 也是要标示说 应该要吃多少 比如说几颗 或者是说人体的精英量 我当然知道 就是说我今天买了一瓶 维他命E回去 我不可能一天把它吃完 这一定会过量的嘛 它一定会标示说 一天一颗或一天两颗嘛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但是我如果今天买了20种 不一样的 那每一罐我都是一天一颗 我每一天要吃个20颗 你已经懂我的意思吗 对了解是有可能 所以刚才书长讲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加强教育 那其实我们这边一直 卫生署一直推广的 就是均衡饮食啦 所以这个部分 那但是民众的心理 需要这些维他命的来 不管是心理的因素 或是这个生理的因素 那这个在使用的部分 确实会有一些疑虑 所以这次我们在这变动的时候 其实中间我们还会加强 两个一个标示的部分 还有警语 另外一个就是教育宣导 那这个是我们在同时 在移动的时候 我们会加强这三方面来 来管理 这个很难嘛 所谓的教育宣导 就是说 其实可以不用吃这些维他命啦 你平常要均衡饮食 然后勤加运动 生活作息正常就好了 否则的话 你很难讲说 吃维他命C好呢 还是吃维他命E好呢 还是B群好呢 还是 您懂我的意思吗 还是说要不要吃鱼油呢 要不要吃大蒜筋呢 要不要吃这个他有每个都有很多不同的人 这个身体的这个各个不同的功能啊 部门啊等等的嘛 对不对 那有一些还很罕见的啊 或是什么铁啊 鑫啊 什么一大堆的 对不对 那他每一个都是 实用合乎这个合理的含量嘛 我刚刚说的 只用一颗嘛 对不对 然后他觉得说 我可以来补足我 在这个平常饮食中的不足 或有些他甚至于标榜说 他是可以降低胆固醇啊 增加你的这个心脏的功能啊 或是什么whatever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宣导不会有用嘛 我们从小到大都听到这个宣导啊 就我都可以讲给你听了嘛 就每天均衡的饮食啊 各种颜色的蔬菜啊 五股杂粮啊 对不对 通通都要啊 然后要运动啊 这个大家都晓得啊 其实郑委员提的这个事实上 我们不只是喂维他命了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外面很多的健康食品啊 这些等等的 就是什么险精啊 大蒜精啊 对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计划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会透过电台 我们现在已经安排 就是会持续的 透过广播跟民众的多家的宣导 怎么正确的来做 这些所谓的保健 或是保养的这个食品 那另外的一个 我们会跟教育部来合作 也就是说会编一个手册 然后我们希望 就是对于从小学开始 就是开始教育 所以这个部分 是我们目前 希望能够加强的一个地方 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困扰啦 而且甚至于 这我觉得变成是一种 有钱的 一种社会地位的 一种成就的象征 因为你今天有了某种成就 某种社会地位 因为你有钱 你买得起更贵的补品 你买得起更贵的健康食品 包括你 譬如说 譬如说燕窝好了 等等的这一类型的东西嘛 是不是 那甚至于这变成是 子女 甚至于是孝性长辈的一种东西 都买补品给长辈啊 对不对 钢铃不止是这个很多哦 这变成是一种 一个一种社会的价值了 对 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日后会跟国舰局 好好的合作 来推广这个所谓正确的饮食啦 所以这个部分 是我们日后应该会加强的一个地方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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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这些专家研究很久 怎么样服用这个维他命呢 还有各种什么保健